各位同学好 我们这一集要讲的是热力风 那这个热力风的概念在 我们上学期的课程里面是很重要 而且比较 算是对同学来讲是新的概念 热力风的定义 简单的来讲就是高层的地转风 减低层的地转风 那我们现在用金像风分量 当例子来解释 左上角这个是金像风分量的数学形式 那中间这张图是示意图 然后平面在这边 XY代表是平面 然后Z是垂直方向 所以这是个3D的立体图 那虚线框的这个是等压面 然后高层 你可以看到高层的等压面 它梯度比较大 就是在X方向上这个梯度比较大 所以它的地转风会比较强一点 所以这个黑色的箭头是画比较长的 那低层的话 那个等压面的梯度就比较小 所以它的那个低层的地转风的箭头 它比较短一点 另外就是等压面之间的厚度会正比于 他们这两个面之间的平均温度 所以这里厚度比较厚就代表它比较暖 然后左边这里厚度比较薄 就代表这里的空气 这半边的空气是比较冷的 那这个也可以从数学的式子里面看出来 就是这个是左半边是尽力平衡方程 然后右半边这里其实是理想气体状态方程 那它们两个可以结合在一起 这个α是比较 那你可以看到说 这个等号左边 partial 9 potential tree partial p 这个其实代表就是两个等压面之间 partial p就是两个等压面之间的厚度 这个分子的partial 9 potential 这也代表就是厚度了 所以它们之间如果厚度比较薄 那等号右边这个温度 t就是会比较小一点 比较冷一点的 那我们现在把地转风投影到平面上 高层的这个 我用黑色的出出的箭头表示 我把它投影到平面上 再来我把低层的地转风 也投影到同一个平面上 就是我现在画蓝色的 因为这样比较清楚 那这两个风相减 就是黑色的风减掉蓝色的风 就是红色的这一段 这一段就是我们的热力风 那我们再来把两个等压面之间的 平均温度 把它那个等温线投影到同一个平面上 来就会是我画的这个彩色的线 红色线是比较暖的 然后往往左边走的话是越来越冷 所以我就画到蓝色的线这样子 那所以概念上来讲就是 热力风的方向会跟这个等温线是平行的 那它的大小就会跟温度t度成正比 所以如果我们的这个东西方向 温度t度很大的话 这个等温线会变得比较密 然后你的热力风就会比较大 还有就是暖区会在风向右手边 那这个概念我们在下一段影片会用 数学式子来证明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是热力风方程 那前面有讲它的物理概念就是 垂直方向上的地转风相减 那所以我们现在把地转风的这个数学式子呢 拿来对压力做尾分 放进去之后分母的partial p和partial x 调换一下位置 调换好位置之后同样也是可以利用 刚刚那个精力平衡方程把它放进来 就可以把partial geopotential除以partial p 这个取代成这个rt除以p 然后有一个符号在这里 那因为r跟p都不会随着x变 所以你只要对t对温度做微分就好 那我们就剩下这个partial t除以partial x 那这个是在等压面上面做的 所以有一个p在下标这里 分母的p呢 它其实可以移到等号的左边来 因为这边分母有一个partial p 我们把它放到等号的同一边去 那这个整理好之后就是热力风方程了 那不过这个是v这个方向的 同样的u这个方向的东西方向的地转风 我们也可以做同样的推导 那这个就留给同学自己做 你可以推看看 看你能不能推出这个形式 然后这两个是分开来写的 那写成像样形式就是下面这个 你可以看到那个南北方向的地转风 对p做微分之后 这个代表是热力风 它就会跟东西方向的温度梯度 成正比对不对 然后这个是u方向 就是东西方向的风 地转风垂直方向上相减之后呢 它就会跟y方向的温度梯度成正比 因为热力风的定义是高层的地转风 减低层的地转风 所以这个我们现在下标用t 就是thummer wind的那个t 来代表热力风 然后p1是比较高层的 p0是低层的 所以是p1那一层的地转风 去减p0那一层的地转风 高层减低层的 那这两个相减就相当于 把上面这个式子的分母的 nature logp移到等号的右边 所以变成底nature logp在这边 那你把它从p0这个等压面积分到p1这个等压面 那这个积分最后结果就是热力风 三角形的括号呢 括起来这边 就t三角形括号括起来这边呢 就是p0到p1之间的平均温度 所以这是我们一开始那个投影片看到的 投影在平面上的地转风 那你从上面的数学的式子 就可以看到这个热力风的大小呢 会跟两等压面之间的平均温度的梯度 成正比 温度梯度的话 这个彩色的那个线是代表是等温线 然后温度梯度会指向暖的那边 数字比较大的那边 所以跟k hat括起来 k hat就是垂直于这个地表 括起来之后就会转90度 逆时针转90度 就会变成热力风这个方向 所以它的方向就会 这个热力风的方向 就会跟这个 归联T垂直这样子 那大小分它的T度成正比 那所以这个就是从数学的式子 去理解热力风的特性 像我们这个框框里面写的这样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比较复杂一点的图 上半部是3D的立体图 这个XY是平面 然后Z这里是垂直 我这里有画黑色的虚线都是跟地面是平行的 这个是让大家参考用的 那我这边有画一个浅蓝色的框框在这里 这个是等压面 高层这里是P1的等压面 然后低层这里有个P0的等压面 那他们在东南边这里是最暖的 所以两个等压面之间的距离也比较远 就是比较厚一点 然后在西北边这边是最冷的 所以是最薄的 所以稍微想象一下 然后我们的等压面是有一个倾斜的角度的 那所以在你可以看这个投影在ZY这个平面上的这一小块 这个等压面这样子倾斜的时候表示你这里会有地转风 是就像这个绿色的VG这个箭头一样 然后在这个面投影出来就是这个UG这个分量 所以它是往右边吹的 然后低层的话也是一样 你会有一点点倾斜 所以这里会有气压剃度力 然后一样你就会有这个UG这个小小的分量在这里 你可以跟那个黑色的虚线比较一下 P0这个等压面在这半边它的倾斜的角度是比较小一点的 所以它的这个UG分量比较短 然后高层的这个UG分量会比较大 现在我们把这个绿色的地转风都投影到底下的这个平面上 所以P0这个是低层的 然后P1的这个是高层的 那根据我们前面讲的热力风的定义 我们用高层的地转风减低层的地转风就是热力风 所以这个红色的箭头就是热力风 然后我们再把等温线投影下来 就是彩色这三条线 跟我们上面这个图稍微对照一下 就是最暖的地方会在右下角这里 然后最冷的地方会在左上角这边 所以在这种温度配置比较复杂一点的情况下 你还是可以看出来说暖区会在热力风的右侧 然后热力风会平行于等温线 还有它的大小会跟温度低度成正比 然后这个图还有告诉你另外一个资讯 就是如果你看地转风从低层的往高层的看的话 你会发现这个风向是顺声转的 那这个我们就叫地转风的顺转 那那个顺转或逆转的判断就是从低层到高层 在这种情况下呢 你会有暖瓶流 就是你看它的垂直于等温线的这个分量呢 是从暖区吹向冷区的 因为你有这个分量 你才有办法把暖空气往冷的地方带 那平行等温线的这个分量是不会有温度瓶流的 只有垂直的这个分量有温度瓶流 所以虽然它这个风很斜 但是它还是会有一点点的暖瓶流在 那所以顺转的时候 地转风的顺转的时候你就会有暖瓶流 这个是课本的图 课本就只有画那个投影以后的结果 所以左半边这个就是逆转 所以这个0的这个是低层的 然后BG1这个是高层的 所以这样子看的话 这个是逆转 那热力风在这边 所以它的暖区在下面 冷区在上面 那你就会有一点点的 冷瓶流在这里 所以逆转的时候会有冷瓶流 这是我们刚刚看过的图 是顺转的时候会有冷瓶流 然后这个图才是对的 如果去对课本的话 课本的那一张图是错的 所以在中维度气象里面 做天气诊断分析的时候 也可以利用地转风水高度顺转或是逆转这个特征去判断 那个地方会不会有冷瓶流或是暖瓶流 接下来热力风的应用 还有一个很好用的地方 就是用来判断 当地的大气是属于镇压大气或是斜压大气 那如果是镇压大气的话 通常空气的密度呢 就仅仅是压力的函数 这个都是空气密度 然后P是压力 那所以如果你取那个温度的梯度的时候 就是等压面去取温度梯度的时候 这就会是零这样子 那因为热力风会跟鬼脸T成正比 所以当你这是零的时候表示就没有热力风 你的热力风是零从数学式可以看出来 那这个是镇压大气很重要的特征 右半边的话是斜压大气的示意图 就是等高线或是等压线呢 它会跟等温线有夹角 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去算温度梯度 等压面上的温度梯度的时候 它就不会是零 所以你一定可以算出热力风会有某个数值这样子 那所以热力风存在是斜压大气的 很重要的一个特征 下面这里是典型中纬度封面系统 它的示意图 这是封面这样子 那左下角这一画是比较冷的空气 它的密度比较大 RAW2的密度比较大 然后上半部 封面上半部是RAW1 是密度比较小的地方 这个黑色箭头是底层的地转风 然后这个白色箭头是高层的地转风 所以这两个风箱简奏就是红色画这个箭头 这是热力风 所以你可以在封面的附近找到热力风 这个是典型的中纬度封面系统附近的特征 那接下来是作业